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她一个小小的新人都敢瞧不起我 主儿 您别和克平置气 犯不上啊 本宫跟谁都不敢置气 那些是什么人哪 家贵妃快生了吧 这应该是在替她选截身姥姥 算来皇后娘娘也快生了 听说皇上已经下旨 命皇后的额娘承恩公夫人进宫陪产呢 凭什么救我不得宠 他们一个个过得这么好 得宠的得宠 生子的生子 额娘 快起来吧 快 额娘 坐 皇后娘娘使不得 不必去理 照例说 要预洗八个月 母家才能入宫伺候 你看我字才六个月 皇上就让您进宫了 皇上疼你 额娘看得出来 额娘这么看着女儿做什么 额娘看了你的肚子就欢喜 尖尖的 像是个阿哥吧 太医说是个女胎 哪个太医说的呀 准不准 伺候我的江雨冰啊 是太医院数一数二的 他说的应该不但会有差错 也好 新开花后结果 总能生出皇子来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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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都六个月了 可知男女 阿慧皇上 脉象忽强忽弱 不大好判定 有时脉象强健 象是男胎 可娘娘之间又眩晕 脉象 脉象细微 又象是女胎 罢了 朕白问你了 朕亲自去看看皇后 是 这孩子真有劲啊 还踢了朕一脚 他知道皇阿玛在 高兴嘛 若是个嫡子 当然了 公主也是好的 皇上膝下有两位公主 和亲公主又嫁到了蒙古 臣妾倒是想要一位公主 公主多贴心啊 是啊 公主是贴心 所以皇后缝了件粉色的衣裳 公主自然要穿粉色的 粉色好 粉色好 公主不好吗 好 朕没说不好啊 不知道令主想让奴婢做什么 没什么 本宫只是关心你 上回包太医那方子 你女儿吃得还好吗 都好 都好 听说你儿子也大了 也要奔钱着 这钱呢 用得上 多谢令主 皇后娘娘肚子也大了 接生的时候啊 一定用得上你 你觉得这皇后的印象如何 令主啊 可不敢啊 那可不是别人 那是皇后娘娘啊 我只是问问 皇后娘娘中宫国母 妾是投胎 这皇上和太后关怀备至 是 万万不敢出了差错啊 成 那你就好好伺候着吧 是 是 下去吧 奴婢告退 主儿 您银子不多 连母家都没给 怎么给了这田姥姥 她又没答应给咱们办事 这田姥姥是个有用之人 得好好笼络着 迟早会再派上用场的